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龙国小同学蔡逸臣 在戏纸走过120年的戏纸邮局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现在新的邮局大楼已经盖好 在大同路三段保长坑地区 举行落成喜用典礼 包括市议员 戏纸区长 里长都力临参加 新的邮局不但宽敞 也是一栋台湾排名 在前6%的黄金级绿建筑 要提供民众更便捷舒适的服务 小学生带来热闹的五龙五师表演 为落成启用典礼 解开序幕 戏纸邮局从民国前14年 就开始提供纠正服务 转眼间走过凉甲子 只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听舍 也经过几次搬迁 现在新的邮局大楼盖好 9号上午举行落成启用典礼 新的邮局不但宽敞 也是一栋黄金级的绿建筑 要提供民众更便捷舒适的服务 中华邮政是大家从小到大 最信赖也最依赖的好朋友 那希望邮局搬到这个黄金级的建筑物之后 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地乡亲更好的服务 记得大同路之前还没有拓宽 我们的戏纸邮局就在那宅宅小小 而且车水马龙的戏纸交流道在工作 其实我们这些小绿人真的是很辛苦的 就在今天你们有一个舒适的场合工作 戏纸邮局有一个屋的成立 窝的成立 首先要恭喜之外 看到这么多的长官 这么多的贵宾来参加 表示对中华邮政的肯定跟支持 跟最大的信赖 全新新建的戏纸邮局 就坐落在大同路三段保长坑 经过十年的规划新建终于已经完工 戏纸邮局新大楼是地上四层的厅设 宽敞新颖的空间 来办邮政业务的民众 都觉得好舒适 还不错 至于是来看还不错 刚好今天要来寄信 本来在那边 后来在这边 就过来 他有寄通知 再来兵慢进行剪彩仪式之后 宣告新邮局正式开始服务 至于旧的大同路二段细子邮局 以及保长坑邮局都已经停止营业 当地民众可以到旧细子邮局周边的龙安邮局 建成路邮局南昌邮局来办理邮政业务 就请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细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蔡炳轩 细营北市第53家公托 细子自新公共托育中心热闹开幕 包括市长朱立伦 市议员里长一起来同乐 朱市长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斗 让小朋友平安健康长大 活动中来宾也和小朋友一起体验坐昂骨棍 现场欢笑声不断 林细小算有时跟不上节拍 不过站上舞台就是吸睛 小小朋友带来超萌演出 有些逗得现场来宾笑声不断 新北市第53家公托 细子自新公共托育中心 24号举行开幕典礼 市长朱立伦指出 7年前全国首创第一家公共托育中心成立 就在细子 也就是忠厚公托 转眼间现在已经是开办第53家 未来还是会积极推动 2 1 细子自新公共托育中心正式启动 可以看到市长手上拿的 3 1 4 0代表我们新北市公共托育的 收拖人数达到3 1 1 4 0位 当我们推出第一家的时候 我相信当时人家都觉得 有可能吗 我们最快的速度在细子 就在我们的综后公共托育中心 然后就一家一家的设立 我们北风 细子北风是第18家 我都还讲 那今天是第53家 我们还会继续的成立 现场包括11元 廖正良 白佩儒 周雅零号 地方里长都来参加 因为这个空间之前是交通分队 市府充分利用闲置空间 推动诱托公共化政策 也规划了亲子管服务 而自新公托的主打特色 就是打造了亲子厨房 所以当天也安排市长 议员们和小小朋友 一起动手做昂骨柜 从包线 压磨到把成品脱磨 大小朋友合力完成 而接着也上到二楼 看看收拖环境 每间教室都安排不同活动 好热闹 对于全新公托 家长也好喜欢 刚新设立 所以我觉得环境还不错 很适合小朋友来这边游玩 然后还可以做一些亲子互动 系纸至新公共托育中心 预计收拖60名 0到2岁婴幼儿 从现在开始 到5月4号下午5点为止 开放登记 如果登记超过收拖的名额 将会在5月5号办理抽签 另外也欢迎 加有0到6岁幼儿的家庭 可以多多运用亲子馆的各项服务 加强惠林 系纸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 系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江少君 上个月花莲地震 造成重大伤亡 再加上最近地震频传 如何在第一时间应别公所也针对防灾志工及学校 民众举行一场灾民收容与安置演练 因为将综合运动场规划为防灾公园 现场也开设田径指挥所 让正在第一线引导的工作人员 还有民众有个概念 真的遇到灾害时 能很快的应变 减少灾害所知 模拟系纸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部分建筑物倾斜 及需疏散围楼居民 系纸区灾害应变中心 进行灾民疏散避难引导 并且在实力运动场开设防灾公园 进行避难收容 包括前进指挥中心 而当天也开立了五个站 首先就是安置登记处 为让大家能够更清楚 也安排了模拟情境 这一站是有人在地震中受了伤 现场也准备了轮椅 并且进行简单上药包扎 看我说拍结婚了 看起来没甘嘴 这样哦 当天演练民众也配合演出好逼真 因为是紧急逃出来 有些连唤醒衣物沐浴等用品都没有 所以现场也发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 并且还准备了热腾腾的点心 一发生地震要往空旷的地方走 所以公所是选择了运动公园 作为收容场所及灾民安置 不同于以往的风灾演练 现场还搭了帐篷 作为民众暂时休息的地方 而这次演练项目包括疏散避难引导 防灾公园配置简介 好实境演练等等 希望让民众在灾害发生时 第一时间能够知道要做些什么 在这一次的花莲地震 让我们就是会感觉到说 这个演练是必须要的 让大家能够知道说 你在地震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需要就是说去公所 我们的政府单位需要怎么帮忙我们 这是必须要的 所以这一次刚好去公所在咨询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好答应就是说来帮忙这样子 大家知道最近台湾有些地震 那为了预防危险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针对细子综合运动场来做个演练 那希望万一真的有地震发生的时候 大家能够来这边避难 那所以今天会有一些收容上面 跟避难上面的相关的一些措施跟演练 所以希望借由这次的演练 看一看到底哪里还有不足的地方 那希望我们能够做充分的改进 那希望未来呢 大家能够平安顺利 因为最近地震平传 公所希望透过演练 加深全民防灾观念 除了整合各单位的资源 提升救难联系的效率 也会针对当天的一些缺失 提出修正改善 让真的有灾害发生时 将损失降到最低 这场慧玲戏指采访不到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指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龙国小同学郑景龙 新北市完成有线电视 全面数位化后 观天下有线电视 也特别与地方公所合作 设置监视设备 传输辖区内 所有液烟水积水地区的 及时讯息 随时提供监测结果 有效掌握防止资讯 及时应用 这是有线电视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观天下有线电视 也希望未来可以扩大服务 做到空屋 水屋 环境 公安等监测上 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后 透过光线网路让业者可以提供更多的价值服务 观天下有线电视总经理周鸿君表示 像是居家以及公家机关的监视设备 目前也已经正式上线 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 我们不再是一个提供第四台有线电视的一个业者 我们再透过我们的宽屏网路 可以提供很多优质的价值服务 像智慧家庭 智慧社区 甚至社区邻里的智慧监控 都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宽屏网带 我们把监视器架设在我们需要监控的地方 不管是淹水区 不管是交通要道 不管你是用手机 平板 或是电脑 甚至电视 也都可以方便的去使用监控 随时随地掌握你想掌握的任何资讯 工程部经理表示 目前公司特别与市政府合作 设置客制化的监视设备 传输辖区内所有液淹水 积水地区的即时讯息 随时提供区长校长等公家机关监测结果 有效掌握防汛资讯及时因应 影像讯息也可以利用手机或是iPad等3C产品 直接观看相当方便 现在透过手机 我们这个是跟公所配合的 总共有10支的监测系统 那我们单独可以来监看这样的画面 这清晰度是无庸置疑的 那台湾大产品宽天下呢 也透过这样的技术 有些电视日新月的技术 不断的来提升我们的网络架构 我们的设备 长安里里长杨清风表示 长安里是属于低华地区 这次能设置监视设备 对水情掌控有相当的帮助 不只如此 对于里内资安也有一定的效果 总经理总统军表示 这是有线电视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希望未来可以扩大服务 做到空污水污等环境 以及公安等监测上 接下来翻查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系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 廖明成 马上就要进入防汛期了 为了落实防洪减灾 系纸区长徐开宇 特别前往系纸 城中抽水站 进行访试 还特地带了许多干粮物质 让人原质分实实用 因为光是系纸就有23座超水站 不断新北就多 也强占了四分之一 台风带雨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希望防洪设置都能有效运作 系纸民众也能更加安心 五月防汛期 防洪防灾工作很重要 系纸区长徐开宇 十二号校 带着泡面 八宝粥等干粮食物 来到城中抽水站试差 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求让他们在台风大雨执勤时 可以填饱肚子 最重要的是了解抽水站的准备状况 系纸地区也有23个抽水站 占整个新北市四分之一强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所以系纸地区的抽水站 抽水设施的维护 跟整个水路系统的维护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城中抽水站 关心现在整个抽水站的运作情形 看起来是非常的顺畅 十几年前系纸长淹水 所以基隆核整治 后来也增建了许多抽水站 以新北市八十几座抽水站来说 光是系纸就占了超过四分之一 另外还有一百多道的水门 都是29区当中最多 所以台风大雨能不能发挥功能 很重要 区长也感谢工作人员辛劳 像是在去年六月及十月的豪大雨当中 抽水站有效防洪发挥功能 那一天之内下了 这个豪雨数量可能都两三百毫米 那索性是由我们同仁们的努力 跟抽水站的功能的发挥 所以将这个末端的这些水 全部有抽到基隆核里面 那没有造成市区的大面积的淹水 整个来说是这几年来呢 那抽水站都有发挥功能 今年防汛期前的保养与各项 准备工作都已经全数完成 现在台风豪雨时 这些抽水站都能够有效防洪 公所也呼吁系纸民众做好防灾 随时提高警觉防止水患 才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 加上惠林细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细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谢昌宏 细子白云国小 这几年都是儿满学校 现有的教室早就不够用 再加上靠近校门口的明星楼 是42年的老旧校舍 长期漏水严重 甚至还出现钢筋外漏 所以议员廖正良也邀请相关单位 现场会刊 学校也提出改建计划 希望重建校舍 让孩子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进到校园 这架停放在操场前的大飞机 就是白云国小的特色展现 再加上这几年发展双语 吸引越来越多 爸爸妈妈愿意把孩子送到白云国小来 所以这几年招生状况都是额慢 也显示出原有的教室已经不够用 再加上临近新建大楼越来越多 为了因应 学校也提出校舍重建计划 白云国小的校舍是不服使用的 当然有一栋之前老旧的教室 都非常的老旧的 有落水的情形 那今天我们校长会长的建议 我们今天就请教育局到现场的会刊 靠近校门的这栋明星楼 民国64年新建 一楼是专照符合30年 可以报猜年资 不过二楼却是50年才能报猜的RC建筑 所以24号上午 医院廖正良就邀请市府教育局人员现场会刊 除了听取学校简报 一行人也实地勘察教室老旧漏水状况 尤其厕所这一间最严重 尤其脱落不打井 还出现钢筋外漏 血统安全出现疑虑 确实有必要来改建 可是总是要提出一些计划 那计划之后我们才来编一算 才来把它新建 我想这个还是要过一段的时间 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请我们学校这一方 提前做个规划 交给我们教育局 教室重建是大工程 不过因为现有的教室已经不服使用 再加上明星楼42年的老校舍 漏水尤其剥落很严重 会看也请学校先提出计划送市府 再进一步编列预算 让学童有更安全的学习环境 小诚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细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林家凯 不一样的球类运动 细子的北港国小举办旋风球体验活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 不但捐责球具 还教小朋友打旋风球 球打出去会飘 还有转弯 小朋友好喜欢 为了推广旋风球运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 捐赠了30套的球具 给细子区的北港国小 而协会人员也当起了教练 上场教小朋友体验旋风球 先来个正确版的多变化球路 两两队大 有高飞球 平飞球还会往上飘 一开始小朋友也看得好认真 可以从高飞球开始练 然后再平飞球 然后上飘 然后左转右转都可以 所以搭配起来各种的变化球 就都可以做得出来 每个礼拜四就是学校的运动日 那么我们在这个礼拜 同时也正好邀请到 新北市的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 他到学校来制证旋风球的球具 让小朋友去体会整个投球的动作 旋风球是一种结合网球棒球和羽毛球运动技巧的新型运动 在简单的介绍示范之后 接着小朋友也拿起球拍还有球开始体验 不过一开始球好像都不是照着自己想的轨道走 旋风球就是会转弯还会飘移 多试个几次似乎越来越上手 小朋友都好喜欢 那么透过这个球具上面的齿轮 这个球会造成高速的旋转 最后投出来球就变成个变化球 这也可以训练小朋友对于整个球路 整个球的变化可以做出及时的反应 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运动 新北市旋风球运动发展协会一行人来 不但捐赠了球具 还教小朋友打旋风球 球打出去会飞会飘还会掌弯 多变化的球路 新鲜有趣的体验 小朋友玩上瘾 现在有了30套的球具 刚好一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一起玩 也让北港国小体育运动更多元 嘉诚惠林细子采风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细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 黄鸿安 北风国小儿童乐系列活动 发动全校师深入跑 一大早坐完超后 学生们从校门口出发 走新色后桥进入基隆和步道 最远跑到原住民公园 小朋友说好喜欢路跑活动 可以边看边 边看风景还能运动 好好健康 大早先是在新的球场做早操 也为接下来的路跑暖暖身 4月是儿童乐 北风国小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20号登场的是感恩大路跑 全校师深要沿着基隆和跑部 也认识家乡 当天集合家长 还有社区一起 学生们从校门口出发之后 由里长志工维持交通安全 考完试的也是4月份的一个 儿童的活动 那另外5月份很快会就到感恩月了 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个感恩大路跑 结合亲师深及社区以及家长 大家一起来认识在地的环境 也提倡运动健身 健康促进的活动 走过新石后桥 来到基隆河畔 前面都只是暖身 在校长名枪之后 全校师深正式起跑 一位是全校一起参加 那还包括了幼儿园 所以针对中低高年级 也安排不同的终点 中间是张树国中的后门 最远可以跑远一点到原住民公园 小朋友说好喜欢 因为多晒晒太阳 流点汗 跑步好健康 基隆河就在学校旁边而已 所以孩子们应该认识当地的环境 也可以跟课程一起来做学习 我相信孩子对乡土的概念 就会更强 也会更好 这次结合社区 希望青石升级社区一起重视健康 注意环境教育 也一起爱乡土 跑出健康 解冲惠林 戏指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指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家同学陈六家 小学生 作品在火车站展出 很有看头 戏指的北方国家动物广场 取作品在小学生 以产浪画的方式 画出自己喜欢的动物 认为很有趣 谈到话也能培养自己的耐心 很开心自己的作品 能在《男人王》的火车站展出 和大家分享 我爱北风 北风爱我 我爱北风 北风爱我 嘿 嘿 嘿 我爱北风 北风爱我 学生们带来活力十足的任务 为活动揭开序幕 北风国小动物狂想取 学生美劳作品展13号举办开幕典礼 这次展出了主题 画作结合缠绕画 小朋友好喜欢 也学习到让自己静下心来 我们的动物狂想取呢 让孩子去表达他们对于生命的力量 对于生命的一个感受 另外呢 也让孩子可以抒压 发展自己想要的自我一个展现 就是希望让学生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激发他们的艺术创作兴趣 每年安排在人来人往的戏纸火车站展出 这一天又有了原小朋友也来参观 对于眼前的动物画作都很有兴趣 而这次四年级小朋友 除了缠绕画画出缤纷的色彩 好几位学童的创作灵感 也来自于自己养的小动物 因为我家有养一只盖斑斗鱼 我觉得它很可爱才会画它 画成的话有一点难度 因为需要很多的细心和耐心 喜欢自己的作品在这边展出吗 为什么 我喜欢因为我觉得我画得还不错 有小鸟 鱼甚至是海龟 全成了小学生画布上的创作 这次的作品一直展到5月18号为止 经过的人不妨停下脚步 看看孩子们缤纷的创作 这场惠玲戏子采访报道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戏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吴承睿 真的很不简单 戏子区青山国中小 在新北市国中英语歌曲演唱竞赛 宛如舞台剧的演出 拿到了特优的好成绩 在69所学校中 挤进前三名 真的很不容易 学生们说 从完全不会到上台演出 训练中 真的是有泪水 有汗水 但是成绩已公布 大家都好开心 虽然是英语演唱竞赛 不过学生们丰富的演出 就宛如舞台剧一般 这一场在昨天举行的 新北市国中英语歌曲演唱竞赛 青山国中小拿下了特优 成绩挤进前三名真的不容易 公司选曲就很有心思 曾上美电影三首歌曲 希望让孩子们不但是唱歌 也能理解不同时代自由的可贵 透过歌曲里面不只是让他们唱 我们也让孩子去能够理解到 在不同的时代产物下 然后自由是多么的可贵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三首歌里面 完全有不一样的风格 从一开始是无忧无虑的感觉 很快乐在草原上 到最后他们是向往自由 思念故乡的感觉 这次69所学校参加 其中也不乏音乐之优班 不过青山学生们上台表现超水准 这几位老师分工特训也是其中之一 老师也说因为是以班级出赛 所以国二这班学生没有音乐底子 也没有舞台剧的训练 连英语发音都有障碍 一路走来不容易 但很开心孩子们都挺过来了 大家更会同心协力 然后班级也更有向心力 然后即使受到错什么也有停过来 心情很开心 因为经历过很多汗水与泪水 然后终于得到特邮 然后觉得很开心 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系纸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龙国小同学陈卫婷 春天到了除了樱花杜鹃盛开 在汽纸中正社区绿色廊道 现在棚架上开满了紫藤 绵延150公尺 一串串紫色花朵 宛如浪漫的紫色隧道真的好美 里长说还在陆续盛开 这一个月都这么美 欣赏紫藤花 不用再搭游览车 欢迎大家就近到系纸里门里来赏花 一串串紫色花朵挂在藤架上 真的好美 中正社区绿色狼道进去 一直到会呼吸的道路 沿途都有不同的植物生态 而里长还在持续的种花绿美化 从里门里绿色狼道路口异象进去 原本上头爬满了百香果井平藤 不过现在更热闹 五年前种下的紫藤花 今年满开 花不但已经成功地爬上铁架上头 现在还垂下来 看过去就好像紫色隧道 因为那早期 去五林农场 看大家 超级做的油浪车 去五林农场 看紫藤 想会 跟既然 不如你来来 给它种一些 不如我们 看不如乘到五林农场来 乘到日本去看 因为这开始的时候 也没说很了解 不过就 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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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狗 今年就开始开了 今年开了 越多越漂亮了 因为几年前 发现好多人都专程坐游览车 去五林农场 看紫藤花 所以里长就像种 梅花百香果一样 干脆自己种 选在棚架上 种下紫藤花 第一次种 却有好收成 今年开得特别好 从上个月底 就陆续的开出 紫色花朵 这一开 绵延150公尺 居民也经常来散步 看着一串串的 紫色花朵 之所好美 慢慢的布满 整个棚架上方 现在还垂到 铁架两旁 紫藤花还在盛开 紫色花苞 慢慢绽放 也欢迎大家来赏花 小陈慧玲 戏子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 戏子小小主播新闻 我是金融国小同学 陈卫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小陈卫婷 小陈卫婷 小陈卫婷